会展业是新加坡一大重要产业 国际会议协会曾多次评选 新加坡为亚太地区最佳会展城市 不过2020年全球爆发COVID-19疫情 许多国际会议活动都被取消 或改线上方式进行 新加坡会展业一度饱受冲击 过去两年可以说非常艰辛 也可以说是几乎像是一场 人类疫苗接种的新冠病毒 变种或变形的一种速度比赛 那在这个重视健康安全的前提下 我们对这个商务活动 这个会展会议的重新开放 采取的是一种比较严谨 比较循序渐进的一种步伐 为了确保会展活动安全进行 新加坡政府2020年7月 制定安全商务活动架构 要求会展主办单位 证明有能力符合相关规定 申请才会批准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 差不多超过4万名余会者 参加了超过200个会议会展 基本上都安全地进行了 所以这初步的成功 也给了我们一些信心 就是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尝试 是允许更大型的会议进行 迈入2022年会展业逐步复苏 首个登场的大型国际会展 每两年举行一次的新加坡航空展 渴望如期在下个月登场 航空展目前规划以企业 对企业的方式进行 不对一般民众开放 新加坡还预计在上半年 举行其他三个国际会议和展览 今年对会展业可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中央世界猴子营新加坡报道